我們再來看看 包括北約東近亞洲 現在法國阻擋了嗎 北約東闊講了好久好久 可是現在看起來 包括法國 法國首先站出來說 不希望這樣做 所以我們來看看 北約峰會此刻正在舉行 它的公報對中國的批評 是歷年來最強硬的 而台海潛在的衝突 也備受關注 包括我們看到北約秘書長 史托騰伯格 他說 中國挺俄羅斯 脅迫台灣 所以他發出了這個 非常強烈的一個批評 跟公報 大家都可以來注意一下 而另外我剛剛講到 所謂東闊的部分 現在因為包括 馬克宏強烈反對 所以在日本東京 設置第一個亞洲聯絡辦公室 這件事情已經被否決了 可是北約東近亞太 還有其他的渠道 或是其他的管道 或其他的形式嗎 包括日本 韓國 紐西蘭 澳洲 這四國簽約 他升級了相互的合作關係 日本首相就說這是一個新的高度 而他的內容是什麼呢 這四個國家是北約 在亞太的四個夥伴國 今年連續第二年 這四個國家去開會 另外他們會分別跟北約簽署 個別化的夥伴計劃 這是一個安全計劃嗎 還是擴張計劃呢 我們看到的國際關係學者 這一位 錫林帕榮 他就說 這個北約東闊本來 原來是向印太擴張 它的目的是通過建立 更緊密的戰略聯繫 還有互相操作性來加強威懾性 威懾的目的是什麼 大家很清楚 是俄羅斯 如果是在我們亞太地區 或是亞洲的話 恐怕還要加上中國大陸了 同時是美國盟友建立跨 大西洋跟印太地區的橋樑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世界的合作連橫 要防誰或是圍堵誰 這個非常清楚了 而另外我們看看艾爾頓 我們的CG上面寫說 他是老狐狸 某種程度是一種讚揚 的確他滿厲害的 包括因為他的位置 在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 所以他可以拿來叫板 可以拿來跟美國做一些交換 我們看到拜登 拜登就說 今年北約峰會代表 歷史性的時刻 什麼歷史性的時刻呢 因為土耳其總統艾爾頓 終於點頭讓瑞典加入被約 過去一向艾爾頓是不同意的 所以你看他一點頭 我們就看到了美國 就加速的軍售土耳其F16 那我們再把時間往前倒一點點 往前倒一點點的時間 兩三個月前 當時土耳其在選總統的時候 他們大選的時候 我們看到 艾爾頓是很強烈的控訴 控訴你拜登 在下指導旗 我們看到他在造勢活動上面 慷慨激昂地指控拜登說 你下令推翻我 你下令推翻我 艾爾頓的政權 可是現在他當選之後 可能為了國內的經濟穩定 他 他現在選擇跟美國合作嗎 包括 拜登軍售他F16戰機 以及現在艾爾頓改口支持 瑞典加入被約了 所以有分析師就說 有可能土耳其會轉清歐洲 這個目的性是在救土耳其的經濟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土耳其 通膨的一塌糊塗 經濟危機很嚴重 所以他必須 他必須把美國或是西歐 他傾向這些地方 來度過他的財務難關嗎 而另外 烏克蘭必須講 還真的是非常同情他們 他們很想加入北約 可是北約不讓 美國也說不行 我們看到澤倫斯基 他不斷的在呼喊 說我要入盟 他說烏克蘭 將讓北約更強大 可是在北約峰會上 大家排排站 看起來大家還是不同意 我們看看 這個澤倫斯基說 很荒謬 如果北約不在峰會上 提烏克蘭入盟的時間表 你連時間表都不訂出來 這個實在太荒謬了 澤倫斯基進一步說 你不設定邀請 我們加入北約 或者是入盟的時間表 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荒謬 可是沒有人理他 西方就說沒關係啦 摸摸他的頭說 沒關係你不能進來 OK的 我承諾長期安全的保障 這是G7 G7說他們要發表一項宣言 說明將如何協助烏克蘭 擊敗俄羅斯 並且阻止未來幾年的任何新侵略 這樣的保證 這樣的所謂的計劃 有任何意義嗎 當然沒有意義 但是北約到目前為止 他們也不可能接受現在的烏克蘭 加入北約 因為北約公約的第五條 就是盟國有任何一個國家 受到他國的戰爭 其他的盟友都有義務 有責任要去協助 所以如果現在的烏克蘭加入北約的話 那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就是整個北約要跟俄羅斯直接交戰 我們已經多次的說 俄羅斯現有的常規的軍力 不足以跟北約的整個國家 整個集團的常規的軍力來交戰 俄國弱多了 所以俄國贏不了整個北約的 整個常規的軍力 所以我們一般判斷 就是俄國相當有可能在第一時間 他就使用的是核武器 來攻打交戰的北約的國家 北約的國家也都知道 俄國應該會選擇這樣的一個戰略 所以沒有一個北約國家 會在這個時候 接納烏克蘭進入北約 所以烏克蘭進入北約的可能性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即使哲戀斯基苦苦的要求 即使哲戀斯基說給我一點希望 但是北約為了自己 免於受到核戰爭的威脅 所以他們不可能答應 滿足哲戀斯基的希望 所以這場戰爭 在烏克蘭還要繼續打下去 因為拜登已經講了條件 他說什麼時候烏克蘭停止戰爭了 結束戰爭了 什麼時候烏克蘭 烏克蘭才有可能開始被討論 加入北約 烏克蘭要結束戰爭 就有兩種狀況 一種就徹底打敗俄羅斯 但是這個很困難 第二個就是承認 現在的被俄國佔領的土地 那麼永久屬於俄國 跟俄國簽了一個和平協議 這樣的情況 哲戀斯基就勢必成為叛國賊 要下台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大 另外北約一直擴張到亞洲的問題 這個知識提到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北約的秘書長 是一個反中到 已經到有點病態的一個秘書長 這位秘書長被澳洲的前總理 基廷罵得一塌糊塗 罵說他是極端愚蠢的人 要把歐洲的戰爭帶到亞洲來 他是強烈反對 北約進入亞洲 為什麼 因為北約如果進入亞洲 北約已經從過去的 自我防衛性的組織 已經變成一個侵略性的組織 如果他進入亞洲的時候 就會把戰爭帶到亞洲來 帶到亞洲來 亞洲將不再向現在的平靜 亞洲將會被捲入一個戰火 我們看到在利比亞 北約就是因為支持 利比亞的另外一個派系 介入他們的內戰 把格達費殺了 所以我們看到北約已經變成 一個侵略性的一個組織 他如果進入亞洲來 請問東盟絕對會反對的 因為他如果介入了泰國的內戰 介入了緬甸的內戰 那未來的戰爭會是怎麼樣 是 來請教顏聖生老師 我覺得當然第一個就是 同意賴老師剛剛講的 北約你要 烏克蘭要進去 你先結束戰爭吧 不然的話這些北約的成員國 包括美國 難道要現在讓你進來 然後我們必須要 按照北約的跟第五條講的 我們要跟著你去打俄羅斯嗎 當然不可能 所以責任司機希望是說 我現在加入 然後你們的軍隊就可以進來了 我覺得北約國家也不會那麼傻 你先把這個戰爭給結束 就像剛剛賴老師講 你依照打贏了 或者你達成一個協議 但是達成協議了 你進來保證你未來 絕對可以就有一種嚇阻的作用 因為如果你是北約的成員之後 相信未來你不會再有 這個俄羅斯敢動你 因為俄羅斯還是會考慮這些問題 這第一個我覺得 所以如果說從這個角度來看 澤倫斯基現在去講這些話 你去得罪人真的是沒什麼意義 因為要考慮你現在這個情況 你說芬蘭 瑞典都可以加入 本來他們就不是俄羅斯的目標 他們就要加入 雖然俄羅斯也不高興 但是俄羅斯也就算了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西方國家 可是你烏克蘭現在的狀況要加入 我覺得是很難 第二個就是擴到東邊來 我們常常講說 北約東擴以前說 不要碰到俄羅斯領土 如果今天到了亞洲 北約想說 我是擔心我自己面臨了威脅 結果現在我要去管全球事務 像美國一樣 我那麼 世界警察 世界警察 幹什麼 所以我覺得馬克宏講的沒有錯 馬克宏我就管我歐洲的事情就好了 其實北約有點奇怪 你說從希臘對不對 已經到了快要靠近土耳其 然後一路到加拿大 這個已經就是 這個是北大西洋工業主持有一點怪 但是已經好了 就在歐洲為主 勉強還行 對已經在歐洲 你還要再擴到亞洲 我覺得過度延伸 一定會讓他的整體的戰力 或整個的軍力的分配 會有問題的 所以北約為什麼要做那麼大的承諾 然後如果說還要再跟亞洲加入這些 我覺得沒有必要 是 來 我們請教賓哥 我覺得責任司機還搞不清楚狀況 因為現在人家北約在談北約東擴 雖然北約東擴其實問題會很大 可是他為什麼要北約東擴 很顯然現在美國跟北約認為 他們頭號最強大的敵人是中國大陸 不是俄羅斯 所以為什麼他們現在會覺得 北約東擴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在負責拖住俄羅斯 你不知道 你正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就可以騰出手 去圍堵中國大陸 你已經是被人家利用的旗子 你沒有發現這件事嗎 這擺在眼前的事實就是這樣 但是北約東擴本身很好笑 因為他們說要發展結合印太 你怎麼結合 印度跟我沒參加 沒有印度參加的 叫什麼印太我也不知道 印度他是看情況 有一些對他有利的情況下 他是有可能會去跟你合作 但是只有那個情況下 其他時候他不會 印度是完全看情況 只有對他自己有利他才會加入 所以你的印太說真的 根本合不太起來 沒有 他的印太就是 因為澳洲的西邊是印度洋 印度洋 印度洋 對 有鋪到印度洋 反正美軍在那個 地歐哥加西亞有一個基地 這樣算 沒有印度的印太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那個就是自嗨而已 而且我覺得他只是讓 日本 韓國 澳洲這些 幫美國在東邊負擔更多的責任而已 那個對美國有好處 對這些國家本身沒有好處 我覺得責任實力最離譜的就是 他居然說北約為烏克蘭帶來安全 對 而烏克蘭將讓北約更強大 請問一下你要怎麼樣 讓北約更強大 你已經讓北約的彈牙庫層 全部快用光了 他怎麼強大 那再來如果他真的讓你加入北約的話 假設北約真的發瘋了 讓烏克蘭加入 那怎麼會讓烏克蘭安全呢 只會讓烏克蘭的前線 可能會被人家丟核子彈而已 不就這樣 那是讓烏克蘭更危險 剛好相反 那當然責任實力現在騎虎難下 他必須要這樣要求 可是北約再怎麼灑也不可能 去做這件事情 不可能會讓你加入的 那我這中間最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土耳其 土耳其前兩天其實丟一個話 你知道什麼話 他說不然這樣 我們就讓烏克蘭加入北約 對 他有說我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 他就是在跟什麼 拜登討價還價 是 他說反正你要逼我讓瑞婷加入 那我們就讓烏克蘭加入 那他知道拜登不會同意 所以拜登後來為了交換 就跟他用這個F16做交換條件 本來不願意給 所以我覺得其實像 包括過去的杜特蒂 跟現在的阿爾多安 其實都值得台灣學習 怎麼樣在強權中夾縫求生存 這是台灣要學的地方 而且非常的靈活 為自己的國家爭取最大的權益 大家對 多一樣 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